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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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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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又变差,向淡,长期都是向淡 上周五,港股的整体表现,全期表现都变差 局势又变差 恒生指数阴阳烛,今日看周善图 周善图出现连续第二支阳烛,而阳烛的新区比上周长 这是一件好事 看来严格来说,这都可以勉强叫做老神之星 因为一支长生区阴阳烛,接着一个十字体 一支较为长生区阳烛,但略言就是阳烛 一支阳烛,开市位不够低,和肉眼望,够不够? 到不到达?高不高? 两个星期前阴烛的新区中间位? 只需要计算一下,类似 指标,RSI,低于五周平均线 STC%K,低于%D,全部指标都是利淡 所以形势仍然暂时显示向胆 看看今星期有没有改善 保证大活角力情况 加权收市位和成交量配合分析 行指期货和国指期货上星期间都是跌和跌 跌市中的成交量减少,不太差 而过去五个交易日合计的TWI角力指标 两个都是正一和正一 整体来说都是升市的,但成交量都是配合 偏离值下跌,两个都是正450和正140 加权平均偏离值,仍然是正数 正1.434% 正1.01% 这就启示未来两个交易日 暂时来说都不会太差 低低价暂时还是有支持的 你即使跌下来都是有力反弹的 机会大 恒生指数期货15分钟图 上个星期是很反复 不过整体来说都仍是升市 国企指数期货情况都是 国企指数期货是很反复,波幅大 国企指数期货的波幅不太大 但是,恒生指数期货的升势是明显 国企指数期货是不太明显 还有,恒生指数期货在最后一个 一浪,高于一浪 国企指数期货 第一个低位是平的,没什么大差距 第二个低位是平的低位 第二个低位比第一个低位差不多 第三个低位是跌低过的 所以,升市大并不太明显 所以,稍后计算出来的分析结果 所得的分析结果 如果是升市大并不太明显 如果是跌,就会跌得更明显 比恒指期货 科技指数期货是跌的 你看看低位 一浪,低于一浪 高位也是 科技的表现差很多 2月份合计未平显 正数 恒生指数期货是减少 博企指数期货是不变 刚刚巧的 8月份增加34张 9月份减少34张 不变 科技指数期货也是不变 我们先说减少 首先,代表外资的升市减少 外资淡有大湖 在星期五是平旧倡计数 启示今天蓝筹股 就算是充上 很快会见顶回落 这就是蓝筹股升和不变 而国企股 就是升和不变的代表 上个星期五 中资好有大湖开新倡徒利的同时 中资淡有大湖平旧倡计数 何时今天国企股 是反复再升的 即是在低位 由国企股带动 上回来的机会大 去到科技股战场 就是跌市而不变 跌市而不变 代表 淡有大湖开新倡徒利的同时 很有大湖平旧倡计数 何时今天科技股 从国企股的走势 是反复再跌的 暂时科技股 不会有那么大期望 超短期来说 电信业 原材料业 最强势 最弱势 是必需性消费业 和医疗保健业 短期 就是原材料业 电信业 和公用事业 最弱势 必需性消费业 综合企业 和医疗保健业 这是根据12个恒生 综合行业指数的强弱势 排出 也可以同时看是中线 长线 超长线 现在我们的行业 资金正主动买入 比资金正主动买入 较多 而买入的主要是 软件服务业 有20亿 资金正买入 醫療保健業是5.7億 電訊和護業更多5.9億 這是資金流入較多的行業 資金流出較多的行業 很明顯是半導體業是7.7億 其他人不多 半導體業是7.7億 504隻恆生綜合指數成份股 資金流出最多的是13億 第2位、第3位是4.7億和3億 分別是中國移動和吉利汽車 第10位有3隻收視報升 有6隻收視報跌 有1隻沒有起跌 如果你看升跌幅 全部都不足夠5% 就不值得特別去研究 比對5.9日全部都不足夠16% 也不值得特別去研究 所以說 其實上個星期 雙方就賣賣兩閒 只是在這裏 隔壁來拉鋸 跟 跟著 日午安的美股 表現都差不多 在這裏 提到11位的光大環境 257 我上個星期 學之前也提及過 創527升高價5.6% 升高價5.6% 全日升高了12% 比對5.9日前 的變動升高了24.4% 再看的就是主動美股比率 頭10位 看看11位 算了 有沒有66比34 納磊有兩隻 這麼多 這兩隻的低位 分別是長城汽車的34.3 以及 紫金礦業的11.36 已經成為了即使重要支持位 看看收視位 比對家權平均加 長城汽車 就一般低 所以要守著34.3 紫金礦業 高過的 表現好一點 11.36 最低位的支持 就可靠一點 不如這樣 我一會兒的 簡單的分析 我就是講這個 長城汽車2333 跟著就 講這隻 2899紫金礦業 加上 光大環境 27 27 不先幾 28 孫金礦業 好像說過 上禮拜 不要緊要再說多次 因為 這麼難得 創物27 升高 你看看 頭30位 只有一隻 說起來 就257 2333 和28 99 兩比 這隻 光大環境 4倍 最值得留意 主動買股 比率的 配合升勢 62比38 收視位的 5.55 半 大環境 比大環境 平均 5.55 4倍 一先 4倍高 放入我專業中學分析表 表現最好的 中國移動 第二 是 第二 是 紫金 抗疫 第三 是 騰訊 中國移動 據我所思 一會兒 HOT DOG 1時 楊凱玲 Kathy 會跟大家分析 中國移動 因為這隻股票 是在 他們 經濟通 香港的 投票站 剛剛開的 周末投票站 最多人想 Kathy 分析 的 然後 就是 看看 騰訊 中移動 剛剛說了 資金 抗疫 說了 騰訊 中移動 紫金 抗疫 剛才說了 看看 兩隻 騰訊 收視位 是高的 平均價 中國移動 都是 雖然 收視 騰訊 是暴跌 跌了2.448% 紫金 中國移動 升了3.08% 主動買孤比率 兩隻都繼續配合 配合的 上升動力 因為 都是高 都是達到55比45 其中 中移動 增值機率 因為 量比2.26倍 騰訊 只有0.8倍 雜幅波動 1.82倍 怎麼判斷 雜幅波動 因為大幅波動 買賣 很激烈 增值得 量比5倍 低 稍後要重點分析 未是找數股 先說 中石油 先說 中石油 857 857 上星期整體來說 都是不錯的 我們看一二三隻 連續五六加日 是錄得洋燭 雖然上市 不收市 是暴跌 還有一個橫行區 這個橫行區 現在是 試著底 試著頂 一路反覆上落 就未有踏破了 這次會不會又調頭 試過橫行區的底部 看一看 這次有一點好一點的 就是五天平均線 升穿了二十天平均線 令到平均線 加上股價又高於五天平均線 令到平均線的分度形勢 就不再全面離彈 上個星期五亦都好 回到少許下跌 但成交率要縮減 我們要支持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連續三個加日 二、三、四都會增加 星期五一變 他就縮減 這是好事的 對短期後事是好的 這次就說中石油 中石油 如果是 再升上會看多少呢 第一屆是升破 通橫行的頂部 OBV 反覆橫行 亦是紮幅橫行 配合時光 即是配合時光 如果 有朝一日看到OBV 升穿這個頂部 那就好事了 即是啟示 股價會升穿這個頂部 好 我們說完這個之後 我們就 提提提大家 9月14日網上說 我主要說的 那梁凱寧 Cathy 就是 做主持 那我會跟她 特別一個環節 就講講這個 投資心得的分享 大家有興趣 立即掃 Q1QR Code 報名 連續 交交這個費用 掃 Q1QR Code 入兵會教你 有很多方法 交交費用 接下來我們說的 就是 先說三個 簡單地說 第一隻 第五七 第五七是光大環境 上星期尾 忘記是星期四 星期尾 好像星期四 看了大家 因為股票很厲害 然後 一路再衝術 闖了近期的新高位 闖了近期的新高位 去到5.64 5.84新高位 加上這個 一支上升列口 一支大洋燭 如果你是拿了貨 或者有想再駁上的話 想再駁上就要看 上面多少要計算 夠不夠直播率 如果你計算了夠 駁上的話 不用問 你的指示位置放幾度 這支上升列口的下方 上升列口的上方 這裏的最高位 最高位是 讀你了 上升列口的下方是 4.54 上升列口的上方 是 5.21 這裏的高位 這裏的最高位 是5.34 一級級放上去 先放 剛才提到的 5個 上升列口 5.03 我讀錯了 不是5 我讀錯了 5.03 再推上去 5.1 再推上去 5.34 再推上去 就是 梁竹 新區的中間位 即是 5.16 加 5.5.5 三 除以二 我同樣計算 5.16 開市位 加收市位 5.5 半 三 除以二 答案就是 5.3 5.5 5.3 5.5 就同 5.3 5.4 就同 當然 如果今天 再一個上升列口 再一次楊竹 用到相同的方法 就推算了 就把紙殘位 紙殘位 推上去 追不追 大家就看 直播率 因為信號 全部理好 2333 即是方向是正確的 但入不入紙 就要看直播率 2333 長城汽車 長城汽車 測試了低位 在上星期二 測試了低位 34.4 以後 反彈過上星期四 就要看直播 34.34 現在 要做 企圈的位 在這一天 8月4日的低位 34.3 上面 最新是34.6 反覆上落的格局 先要看 企圖上星期四 高位36.4 當然上網 就是這個高位 38.1 8月5日高位 再升上去 這個高位 去到8月2日高位39 一級一級 看上去 左率似乎都不輕 指標方面 保力加通道是好的 除了保力加通道之外 我們看到RSI仍未升穿 五天平均線 所以 指標方面 四膽一號 都是向大 似乎 似乎 不是似乎 告訴我們 不應該進入短線投機 暫時 28.99 紫金礦業 紫金礦業 想向上突破 高位 8月2日高位 上星期五最高位 12.1 收市是12.08 就算了 突破了 上網右推上網 看看這個高位 12.2500 第1個高位 12.2500 剛才 12.2500 6月1號高位 如果你在這裏 薄這個位 一定是 肉食 再高一點 5月18號高位 12.6500 再看 我覺得這個 暫時 暫時 13.1500 5月18號高位 企圖5月18號高位 13.1500 我們才有機會 是挑戰 2月22號高位 16.09 先半 紫薄位 放在哪 如果你這麼快 就放在這個高位 11.7號 所以 11.8號上 直播 似乎足夠的 看這些 看這些位 兩個三個夠的 但是 這個位 會不會被人震出來 放不高 所以暫時 就好像 不太適宜 放不高 那你放太低 又不夠值不率 那我建議你放在哪 就放在這個反対位 高位 是11.56 在8月9日 高位 11.56 放在這裡 不要放在 11.8 要放在 11.56 那你自己計算 夠不夠值不率 指標是否支持 指標是OK的 全面 比好的 5個指標 看上去 至今抗疫 被形勢 就這樣 最後 我們就講美子期貨 美子期貨 現在最新 我看看 先 還沒弄得 點 那個 自動更新功能 有點麻煩 看看 人手更新 最新是佈 4452.25 4452.25 我更新了 4452.25 錯 4452.25 好了 好 我們的五大指數 就在這裡 咦 如果這樣計算 是升恒生指數 合理值 是26626 升234點 如果這樣計算是升的 因為雖然今早 美子期貨 跌到來 但跌之前 在上星期五晚 在美股 交易時段 就升了上去 施跌回來了 還有得升 看看有沒有那麼好 接著我們 即使 五大指數 即使 三個重要阻力位 三個重要支持位 在這裡 我們開始 再看看 情況是怎樣 開始後 上次我會 透過電郵 給所有 高 或以上級的 Patreon 一個即使錦囊 講講最新形勢 和最新部署 這一段的投資 剛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立即讚好 訂閱 和follow 我們ETNET 所有的平台 投資路上 ETNET 和你一起 並肩作戰